文章来源天天积金网 经历周四的回调之后 周五港股在盘出短暂下探后重拾升市 至收盘恒生指数大涨2.82% 再创反弹新高 恒生科技指数则大涨4.99% 国庆后三个交易日 恒生指数累计上涨1600多点 涨幅7.59% 恒生科技指数累计上涨10% 外资大手笔加仓港股 在港股零力上涨背后 不少机构表示 外资的积极抢筹是关键因素之一 华福证券最新研报表示 从最新编辑变化来看 9月至今港股中海外资金开始转净流入 并且中下旬以来 国际中介机构资金净流入 规模达396亿港元 超过南向资金205亿港元的净流入 摩根大通便是积极加仓的代表之一 10月3日晚间 港交所最新披露的资料显示 摩根大通于9月27日 分别买入中国太保H股 2.67亿港元 比亚迪H股17.91亿港元 青岛啤酒H股 2.42亿港元 香港交易所H股 18.13亿港元 也就是意味着 一天时间内 摩根大通耗资超41亿港元 扫获中国资产 此外 10月2日晚间披露的数据显示 摩根大通9月26日增持17.71亿港元 中国平安H股 9月25日增持招商银行H股 8.95亿港元 02.中国资产呈香波波 可以说 不仅是港股 整个中国资产 都成了大家眼中的香波波 比如在港交所上市的科创50ETF 南方科创版50周五再次拉升 盘中一度涨超17% 至收盘上涨4.99% 近三个交易日 雷涨超过30% 还有在日本上市的 A股南方中正500指数 ETF继续大涨 周五涨幅超过115% 最新爆22,400点 较9月30日收盘价 上涨超过1020% 此外 据券商中国报道 外资在美国市场 也正在大举配置中国资产 仅本周 在美国上市的与中国股市相关的 四支最大的ETF 就已流入25亿美元资金 其中 CrainShares的KWEB 在周二路得有史以来 最大的单日资金流入量 而从A507指当月连续来看 周五日盘一度涨超3% 收盘大涨2.89% 国庆假期期间 累计涨幅超过10% 有市场观察人士表示 早些时候 离开中国股市转而投向日本和东南亚股市的一波资金 正在重新配置中国资产 法国巴黎银行表示 前三周从日本股市撤出的资金超过200亿美元 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股票 上周也录得净流出 而新加坡Atlantis Investment Management 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Eric E表示 我们正在削减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多头头寸 为在中国的购买提供资金 03 配置中国股票正当时 在A股港股 以录得不小涨幅的背景下 还能不能继续配置 自然而然就成了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普英国际首席策略 分析师赖一叶表示 目前 相对于全球主要股票市场 中国市场相对优势较为明显 有望吸引外资 持续从估值偏高的市场流入 而天峰正确表示 全球市场比较下 中国资产当前仍具性价比 在预期逐渐修复 期待后续基本面逐渐改善的基础上 当前港股 中概股 仍具估值吸引力 风险回报比高 外资机构同样看好 中国股市继续反弹 贝莱德投资研究所表示 鉴于中国股票 相对于发达市场股票的折价 接近创纪录水平 且存在可能刺激投资者 重新入市的催化季 短期内仍有适度增持 中国股票的空间 贝莱德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认为 在央行等部门政策礼包的带动下 后续其他部门的支持力度和举措 也值得期待 随着利好政策延续 有望看到持续向好的市场反馈 部分外资还给出了具体的反弹空间 摩根士丹利的Laura Wang表示 随着中国政府可能宣布财政措施 以提振已经宣布的次级计划 中国股市可能会在上涨10%至15% 而Gafco Draconomics 驻中国分析师Thomas Gatley 更加乐观 其扬言 假若一切都按计划推进 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狂飙突进 可能只是超级反弹的序幕 最高涨幅可能达到100% 当然了随着市场的急速拉升 也有部分投资者表达了谨慎 而市场也确实有了分化的迹象 比如周五港股 在半导体板块大涨的情况 内房股却冲高回落并下跌收盘 近两日内房股已累计跌超8% 思慕大佬淡宾日前表示 这样暴涨必有暴跌 这次如果再被套住 该动员的力量都动员了 解套将遥遥无期 解套将遥无期